周一到周五锁定新闻大白话 YouTube频道为您带来最新政治平息和大选风向 回到新闻大白话的现场呢 这个星期的星期天 应该是下个星期的星期天啦 就是这个周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对国民党来讲最近很忙啊 多在忙这件事 早上打电话给他们接下来 在开会 都没有办法回答我问题 就是7月28号的全代会 先解释一下这个标题 今天早上得到的消息是 郭台铭的办公室说 郭董当天不清楚是否在国内 所以不知道会不会出席 但是刚刚说到的最新消息就是 郭台铭在7月28号这一天 确实已经确定了人还在国外 还没有回到台湾 所以目前也倾向不出席 刚刚说到的最新消息 至于这个全代会呢 对国民党来讲 当然是一年一度的大事啦 这个星期天将会在新北市的 板桥体育馆举行 为什么要这么大的场地呢 因为全国党代表2000多个人 有很多人要来参加 那有几个重要的这个关注的焦点 包括全代会上要正式提名 韩国瑜成为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 以及呢到目前为止一些已经被提名的立委参选人 要利用这一场全代会一起来联合造势 同时有一些这个党纲的修改啦 包括这个通过总统免兼党主席这个条款 看起来在7月28号的全代会 应该也可以顺利的通过 没有问题的 那当然有哪些人要来参加啦 在我这个曾经第一次 一开始当成菜鸟记者 跑这个所谓全代会的时候 我觉得好开眼界喔 这样有这么多这么多国民党的大头 这个明星都在现场 那这一次有哪些人呢 包括五位前国民党主席 连战 马英九 吴伯雄 朱立伦 洪秀柱 之前当过当主席的都会来出席 一个大谈结 创造一个气势 那因为这一次出席的 除了一些前主席 以及这个中常委 以及这个所谓的党代表之外 有一些人是 虽然你会觉得他是国民党籍的 可能是民意代表 可能是一些这个工作人员 但是他并不具有党代表身份 他就不能来参加 像是谁呢 像是这一次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的 郭台铭 周席委 张亚洲 其实他们都不具有 参加全代会的资格 所以国民党中央就在主席 无对立的要求下 发了邀请函 特邀 特邀这个郭台铭 周席委跟张亚洲 一起来到全代会的现场 而且要一同上台 一起跟韩国瑜 一起手拉手韩口号 联合造势 冲这个气势 但现在确定的是 周席委 张亚洲 都会来现场 都已经答应要出席了 那朱立伦当然因为他是前主席 也一定会到 郭台铭还未回复不确定是否出席 那刚刚也说了最新的消息就是郭台铭当时还在国外 到时候还在国外 应该是没有出席的计划了 所以大家可能很期待的就是郭董 站上国民党全代会的舞台 跟大家一起唱歌 歌呼口号的这个场面 应该就是梦里相见 可能机会就微乎其微 另外还有这个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他也会出席按照网例 他都是会来参加全代会的 那大概有几个人 洞见官张良 像是朱立伦 因为最新的媒体民调就说 到目前为止 蓝营的副首人选 虽然很多人会说 其实还有张善政 韩国瑜跟张善政很搭 李宏元 很多的名单 但是最新的民调显示 朱立伦的呼声还是最高的 那相对底下 绿营的副首人选 近三成九 认为赖清德是加分 韩国瑜其实昨天 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也说 如果蔡英文的民调起不来的话 最后一定会这个蔡赖配 不知道后续再看 这是绿营的部分 那当然这一次的全代会 有一些这个活动 这个节目 带大家先赌为快 包括这次的主题叫做 革新团结 重返执政 副标叫做拼经济 找出路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既然选出来的 这个总统的参选人 他就是台湾安全 人民有钱 所以这次就安排了一个桥段 让韩国瑜手拿锄头去除草 象征刨除民进党施政的缺失 会有这样安排这样的一个桥段 然后再请立委的参选人 已经提名了立委参选人 一起来打保龄球 然后让这个绿色的球瓶全倒 象征的是 民进党回头 给他全倒 这个是两个桥段 那最后说闭幕的时候 会安排所有台上的人员 直出纸飞机 那可能稍微要折一下 要飞远一点 然后全党要合唱歌曲 我要飞 就是做一个perfect ending 目前得到的一些 这个节目的这个表单 大概是这样 这几天陆续还会有一些 更详细的计划出来 因为现在都在开会 好 说到这个 最新的媒体民调 一起来看看 其实这两天 总共有三份民调出炉 包括某一个果的媒体的民调 今天只有在网路上刊登 所以我们不方便引用 以及旺旺中时民调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 那这两个民调 刚好就是一个 所谓青蓝的媒体做的 以及一个绿营传统的 支持的基金会做的民调 但数字呢 好 来看看数字的差别 旺旺中时的民调 是7月17号到7月19号做的 如果是三角都 就是蔡 韩 柯 选的话 韩国瑜是赢的 32.4%的支持率 柯文哲数字不错耶 25.8% 甚至还可以赢过蔡英文的 23.5% 但是如果郭台铭 最后独立参选的话 那好像就会这个 把柯文哲拉下来 拉得蛮多的 你看韩国瑜 如果在郭台铭 参选的情况底下 他还是有28.1%的支持度 但是柯文哲 就只剩下17.2了 跟这个25.8%差了蛮多的 好 再来看看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 如果是三角都的情况底下 连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做的韩国瑜都是领先的 33.5% 蔡英文是32.6% 柯文则25.5% 很意外 对不对 因为这个蓝绿做出来民调的风向竟然是差不多的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郭台铭也加入战局的话 好 来看一下 就不太一样了 这个时候蔡英文就会领先了 因为显然在台湾民意基金会这个民调当中 如果郭台铭参赞 他可能会影响到的 除了柯文哲 把柯文哲很明显的拉下来之外 韩国瑜的数字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如果以这份民调来看的话 郭台铭参选是有利蔡英文的 那今天最新的这个媒体民调 他做出来的结果是 郭台铭如果脱党参选 支持度还有二成三 那显然就比昨天公布的这两份民调 都来得多 顺序的话 第一名还是韩国瑜 然后蔡英文 郭台铭 柯文哲 那郭台铭在这个最新民调 民调是小叔 柯文哲 小叔 韩国瑜 但是他强压柯文哲有八% 那就跟这两份民调做出来 如果郭台铭参选 跟柯文哲不相上下的情况 就有一点不太一样了 所以如果用这个分析上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四角都的情况 蓝绿分别归对的话 那就要看郭台铭跟柯文哲 怎么来抢这个中间选票 那会不会之后这两个人合作 就中间选票通通都吸来了 也不知道 后续还有待观察 目前在我们视讯线上的 很开心可以访问到 立法委员沈智慧 同时委员也是国民党的中常委 所以这个星期天 你们要很辛苦一整天 应该的 委员现在根据这个党代表 这个全代会的一些规划 你觉得这次的全代会 目前为止观察 这个气氛怎么样 有比往年来得更热络 然后有更开心的气氛吗 我觉得会比往年更热络 但是因为这次是经过 国民党有史以来 最多人参选的总统 候选人的初选 所以初选之后 这全代会是代表 一个团结的开始 所以我是对它乐观谨慎 但是要严肃看待 因为这里面有一些 世代需要沟通 每一个支持台湾的朋友 我们都要团结 以下一代为重 所以我想全代会 正式提名之后 党内的同事 我想大家都会归队的 委员可是这个全代会 看起来目前出席的人 相当的踊跃 但是大家一直很希望 一个人也能到场 就是郭台铭 但刚刚最新的消息 感觉他那天是在国外 你觉得郭台铭有来 有上台跟他没来 这对全代会的气氏 影响差别在哪里 其实我们当然都很期待 郭董能够来参加 可是我觉得 人心都是互作的 他刚参加完初选之后 总是要有时间 让他本人要去做调试 而且他也说过 带家人到海外走走 我想等他休息够了 心情调整完了以后 他会是本党最强的 助选人之一 韩市长也会尽 最大最大的诚意 与郭董来进行沟通的 我们全党上下一心都希望 这个郭董事长能够 来跟韩国瑜这边 能够有最佳的一个合作 或者是大家做最好的沟通 所以委员 其实你对郭董 接下来恢复冷静之后 应该会助选 而不是会独立参选这件事情 看起来应该是蛮有信心的 我不敢说有信心 但是我乐观谨慎来看待 可是我觉得这要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 韩国瑜够不够诚意 我相信韩国瑜一定会很诚意的 第二个我想我们党内的 当时鼓励我们 这个郭总出来的像 这个前主席 也是我们前总统 马英九先生 以及我们的党主席 吴敦毅吴主席等等这些人 可能也要协助韩国瑜 一起我们来去共同 来鼓励肯定郭董之外 也能够来鼓励他 一起来参与这个2020年 国民党的总统的这场大选 一起来共同努力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委员也是觉得 马前总统还有这个吴敦毅主席 都应该出来 来帮忙穿梭一下 对 而且这里我们要特别特别 要尊重 也要敬重我们郭董 毕竟一个企业 大企业家 他要把他的企业暂时 搁置下来 要全力投入 这个总统的大选 是非常不容易 要下这个决定 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未来呢 我们怎样把他这股热忱 继续让他能够持续下来 跟国民党一起来打拼 其实就要看我们的 这个韩市长本身的诚意 也要真的要看 当初请他出山的这些人 你们也应该尽全力的 有诚意的来去敦促敦请 来让他可以回国民党 这条路是更加的顺畅 谢谢沈志慧委员 接受我们的视讯访问 今天时间的关系 委员谢谢你 拜拜